为了纪念国父诞辰157周年 国父纪念馆特别举办这场多元语言音乐会 邀请共鸣室内乐团艺术总监黄大卫 带领新世代古典乐手 以弦乐四重奏搭配客与美声歌手 及国台语双声歌手共同演出 接连演唱多首国语台语及课语的歌曲 展现台湾多元的文化包容力 好花不敞开 好情不常在 愁对解小美 泪洒相似待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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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完这杯 再说吧 整须白色相似待 才不会抱着 好相伤来 离开 月的公司 五月 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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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情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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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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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逢國父157週年的誕辰 我們館裡面就舉辦了一個小巧溫馨的音樂會 這個音樂會的主題是定在多元語言共融的主題 所以我們大概策劃了有演奏團隊 然後有國語、台語跟客語 這幾種語言的音樂會 其實我們都知道國父思想裡面有一個世界大同 有博愛的精神 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其實不應該因為語言、種族等等隔閡來分別彼此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小巧的音樂會 也呼應文化部的多元語言的方案 所以來呈現這樣一個小巧的音樂會 而為了凸顯多元語言音樂會的特色 國父紀念館也特別邀請館內三位 來自不同語言、文化背景的同仁 擔任主持人進行串場 相當有特色 那我很好奇 像客語、台語都有好多的腔 燕美,你講的是什麼腔啊? 不是說了嗎? 不是說了嗎? 其實這個客語、法語、台語都用暗中的腔調 我還說的是四眼鏡 沒有人說的沒有你鏡 那宛志你呢? 像我就是台南區 有人說我們台南區 說話後面都會加一個音 就請說 加碼你 這就是分辨我們台南區的方式 所以聽腔調我就可以判斷 這個人是從哪裡來的囉 館長王藍生也指出 為了將來提供更好的藝文服務 走過半世紀的國父紀念館 預計在明年下半年展開整修工程 明年我們可能會面臨全館的閉館跟整修 那預計是在下半年開始 但是也要看我們的這個 整個計劃推動的時程 包含了西部設計審查的過程 還有發包是不是能夠順利 那我們目前是預定 在明年的下半年開始 那也要看整個進度 如果國父紀念館 明年進行工程的整建的話 全館會關閉起來 那至少要三年 那三年閉館的期間 其實國父紀念館的運作 還是會持續進行的 那這個進行包含了 我們在園區會辦活動 那我們辦的一些各項 跟各方的交流 我們會走出去 所以國父紀念館不會因為閉館 然後功能就沒有了 永遠會做大家的好朋友 那我們會在園區辦很多的活動 今天呢活動的最後 我要藉著國父的生日 許下三個願望 第一個願望 希望疫情趕快過去 大家都身體健康 第二個願望 國館明年要主體工程要開始了 希望工程一切順利平安 第三個願望 在這邊要送給今天現場所有的貴賓們 希望你們都美夢成真 美夢成真 在國父紀念館用心的規劃下 紀念國父誕辰157周年的 這場多元語言音樂會 給民眾帶來精彩的音樂饗宴 國父紀念館表示 也藉由這場音樂會 宣揚國父多元共融 天下圍攻的思想 記者陳淑萍 台北報導